基督一名妇人确诊两天后 24号早上在家中病逝 家人难以接受 控诉当时还有去挂急诊 却被医院请回家 也没有什么宿愿通通没有 就是看他稍微脆脏的去 拿了药又回来了 陈欣妇人20号就身体不适 女儿陪同到诊所快筛呈现阳性 21号到长庚音乐做PCR 22号结果阳性确诊 但院方联系不到当事人 当天上午9点多 妇人身体又出现状况 自行到附近医院挂急诊 需要休息后 医师评估后没事 11点20分请他自行回家 结果24号被家人发现死亡 而指挥中心指挥官 陈时中也公布了就医情况 曾经有发烧到38.1度 那有开退烧止痛药 那在11点20分 他的时候留意时候 在温度升7.3 那心跳跟血氧都是 血氧也仍然是维持百分之百 那也阻止症状缓解 那医院觉得在这样的一个情况 给他做了相关的卫教 然后开启了相关一些的药物 然后请他回家休息 只要确诊 他就会发一个简讯给这个人 告诉你确诊 然后你的居隔时间 或是你的什么 是透过这个方式 系统发放确诊简讯 卫生局说当时妇人到院急诊 院方没有从健保卡记录中 得知妇人确诊 到底是时间差 还是有什么状况 还需要厘清 只是妇人病逝 让亲友悲痛不已 TVBS新闻综合报道 请支持TVBS国际Plus全新频道 让您扩大视野 掌握趋势 接轨全世界 恳请订阅开启小铃铛